星期二 選民正在為美國維吉尼亞州及新澤西州州長投票 這是明年中期國會選舉前備受關注的兩場競選 在維吉尼亞州 2014-2018年擔任該州州長的民主黨人麥考利夫 面臨著政治新人共和黨人格倫陽金 嘲笑共和黨人格倫陽金與前總統特朗普聯繫的麥考利夫 最近幾個月在民意調查中領先優勢有所下 更令陽金告訴支持者 這次選舉是針對維吉尼亞學校未來的公投得到特朗普的支持 他在星期一晚上召集了共和黨人的集會 在新澤西州州州長麥菲正在尋求成為該州44年以來 第一位贏得連任的民主黨州長 因為他面臨著前州議員共和黨人克塔雷利的挑戰